下面第八个问题 请问往生是死亡吗 是恐慌还是欢喜 往生不是死亡 往生是不死 所以我们讲经这么多年 也常常说 登登学佛的人 他可以做到 不生病 不衰老 不死 不是往生是活的时候走的 不是死了走的 真正功夫 好的人 他往生的时候 会告诉身边的人 佛来接我 我走了 他走了 这身体不要了 所以是活着走的 不是死了走的 所以他怎么不欢喜呢 他怎么会有恐怖呢 凡是死了以后走的 那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靠不住 死了以后有很多好的位相也靠不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死了以后来生生天 瑞相就好 好瑞相可以肯定他不躲三万岛 这个是靠得住的 所以他往生就靠不住 往生一定 那真正靠得住 那真正靠得住 说走的时候 他告诉大众 佛来接应我 我跟佛走了 那这才是真正我 那人在病中说见佛见菩萨 而没有说我跟佛见菩萨走 这都不够够 见佛见佛了 也是好想 一定要自己交代清楚 佛菩萨来迎接我 我跟他走了 这就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